好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合并报表的编制了 那么第二个支点 合并日购买日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注意 我这会强调的是合并日或购买日 合并报表编制 我在讲课的时候分为两块 一个是合并日或购买日的 一个年末的 我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考试的时候经常分开的 所以我分开讲 第一 合并日合并报表编制 合并日一看到这几个字 合并日一定讲的是什么 同意控制下的 所以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原则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是指参与合并企业在合并前和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 而且不是暂时性的 这种情况下叫同意控制下企合并 从最终控制方面角度来看 其在合并前后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 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有关交易事实 这个事项怎么办呢 不应按照购买法确定 在国际快选准则中购买法 在中国快选准则当中又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同意控制 所以同意控制下企合并 合并方应该遵循以下原则进行相关快处理 所以同意控制 我们在合并报表那张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现在我重点要研究什么 要研究合并报表编制 好 第一 同意控制下合并 那么应该在合并日这一天 按照被购买方还是被合并方 看到吗 被合并方 这话我们讲过了吗 讲过了 我原来讲过几个串 还记得五个串 那五个串关键地方 所以在合并日这一天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协议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的 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不是供允价值份额 作为长头 这要出使头 这个别办法处理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原来我说错了句话 还记得吧 是我错 我再说一遍 同意控制下企合并 借长头按什么金额键 在购买日 按照被购买方 可辨认精彩的供允价值份额 来借长头 那我错对吧 错几个地 五个地 第一个地 我说的是购买日 人家是合并日 第二 第二是呢 是什么 被购买方 人家是被合并方 第三个错 我少了句话 对不对 少了句什么话呢 少了句这句话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 这是什么 第三个错 少了句话 第四个错 我多了三个字 可辨认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错 我说的是供允价值 人家账允价值 这会理解了吧 所以正确说法 是在合并日这一天 按照被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的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净资产的 账面价值的份额 所有者权益就净资了 所有者权益就净资了 那么账面价值 份额呈持无比例 按照这个金额借长头 好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内容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第二个 合并方在合并中确认取得被合并方资产负债 仅限于在合并方账面上原来已确认了资产和负债 合并中不会产生新资产 也不会出现新负债 也不会出现新商与 那么在被合并方 写合并账面上 原来已确认商与 我还要吗 还要继续确认 继续确认 应该作为合并中所取得资产 继续确认 这是第二 第三 合并方在合并中所取得的被合并方各项资产负债 应该维持在被合并方原账面价值不变 换句话来讲 不是按公允价值计量 还是按原账面价值计量 因为这所谓集团公司内部的诟变 不会出现新自然 所以原账面价值一定保持不变 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 采用的快计政策与合并方如果不一致的话 首先统一政策以谁为准 无论统一控制非统一控制 都应该是以谁为准 以母公司政策为准 所以即合并方应当按照本企的快计政策 对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调整 调成一样的调成一样的 你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作为资产负债入账价值 这个入账价值是合并报表中的入账价值 不是个别报表的 不是账上入账金 是在合并报表中 即工作底稿当中的入账价值 好 下面看一道单项选择 这家公司拥有四家公司控制权 其下属的公司快计政策 会计估计均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不靠其他因素 2016年编制合并报表时 对其子公司进行下列调整 当中正确的是单项选择 将子公司与公司一年以内应收账法 坏账准备机器的比例有3% 调整为与假公司相同的机器比例 有必要调吗 政策不一样才调 估计不一样 不需要调 所以这个不对 B 对16年通过同一控制下合并 所取得子公司丁公司 将固定赡无形赡折旧贪销年限 按照与母公司相同的期限 进行调整 有必要吗 没必要 没听说 估计要调整 我们要调只能是政策不一样才调 C 将子公司扁公司 投资性房地上后续建议模式 由成本调整 与假公司相同的公元模式 这个对了 政策不一样 如果政策不一样 那么要调 因为它属于政策 所以要调整与母公司的快计政策 必须要一致 母公司用成本就调整成本 母公司要公元调整公元 反正必须与母公司的政策一样 D 将子公司物公司 闲置不用的 但没有明确处置计划的 基设备的固定 调整为 持有代售 这就错了 更错了 它属于持有代售 不属于持有代售 它不是现在不用吗 所以这个不对 这也不对 所以答案只有C正确 再来看一下 且在边和边报表之前 只需要统一母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不需要统一会计估计 因此AB不对 那D更不对了 D划分为持有代售条件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第一个 根据类似交易中 出售此类资产和处置组的惯例 在当前情况下 可立即出售 讲过了吧 可立即出售 第二 极可能发生 什么要极可能发生 不再介绍了 所以这个内容 仅仅就是闲置不用 不满足上面条件 所以不能划分持有代售 继续在固定资账上来确认 好 再看单项选择 2016年考题 假公司及子公司 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不同的政策 具体为 子公司以公司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核算的房屋 采用公元模式 公元模式 好 子公司 丙 对投资性房产 那么用成本模式 然后呢 子公司 丁公司 出租的房屋 采用成本模式 然后子公司 物公司 投资性房产 公元模式 但是假公司 母公司 投资性房产 用的是成本模式 那么好了 其他反正 跟我不一样的 都得给我调成成本 我说到对吗 我说到对 年限不需要调 年限不需要调 对吧 好 在这边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假公司 母公司 在编制合并操报表时 对纳入合并范围的 各子公司 投资性房产的 快处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将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将 统一成本模式 这话对呀 没问题呀 为什么呢 你看这 看这 假公司 对投资性房产 那么他用成本模式 这没问题啊 然后统一 有关折旧年限 摊销年限 估计不需要统一吧 按照各自的 情况自己来决定 对吧 A不对了 B 对公允 价值能可靠 计量投资性房产 采用公允模式 计量 其他投资性房 成本模式 没听说过 没法加了 一个成本 一个公允 没法加 这也不对了 所以 去分 再用投资性房产 再建的 没听说 没听说过 区分的 那么只有D 正确了 所以子公司 投资性房产 后续呀 均应该按照 母公司的 跨移政策金调整 既 从成本模式 并考虑 折旧 摊销年限 那么这个年限 根据实情况 自己确定 尤其是自行决定 那么D 是正确的 所以这种题 应该说 考过了 应该是不止一次了吧 起码看过两题了吧 好 答案 选择D 第二个问题 合并日 编制合并报表 调整抵消分路 同一控制下 合并日 这一天的合并 财务报表 编制的时候 一般包括 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利润表 和合并现金流润表 三大报表 三报表 好 第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被合并方 有关资产负债 以其账面价值 直接并入到 合并报表中 这里的账面价值 是指 被合并方 也就是子公司的 资产负债 这个负债 这个负债 都是账面价值 也包括商业 包括原来商业 包括原来 最终控制方 收购 被合并方 是所行商业 在最终控制方 财务报表中的 账面价值 原来账面价值是多少 就是通通并过来 通通并到工作 底稿中就可以了 所以子公司的 所有的资产负债 并过来 母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 并过来 都算账面价值并 全算账面价值并 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抵消 抵消什么内容 抵消子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借记股本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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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借商与最终控制方 收购备合并方 所形成商与 也就是说 这个是原母公司 劝的商与 原母公司 劝商与 好 待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待继 少数股东权益 一般没有商与 但这个商与 我在为什么有商与 有人说 你为什么出现商与 这个商与 是最终控制方 收购备合并方 时所形成商与 好 那么来看一个图 假定说 假定说 A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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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假公司 持股比例 80% 好 那么第一 A公司 从集团公司外部 先说 从集团公司外部 把这个仪 给买过来了 持股比例 80% A公司 从集团公司 外部 把仪给买过来 持股比例 80% 那么这时候 多给人钱了 多给人钱 确认商与了 所以在A公司 合并报表中 已经确认过商与了 好 现在看好 现在 假公司 从A公司手里 把仪给买过来了 买过来以后 就变成这样了 A 对假投资 假 对乙投资 我们是假 我边合边报表 我边合边报表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商与 是最终控制方 指的是A公司 在收购这个 乙公司的时候 所形成商与 这个商与 如果你不拿进来 账不平 账不平 好 这是一个 再接着看 那么这四个内容 一定是的 合并日 这一天 子公司的个别报表 中金额 拿过利用就可以 直接拿过利用就可以了 拿过利用就可以了 那么不考虑其大因素 一般来讲 不考虑其大因素 就是如果说 没有评估增值 原来这个 原来A公司 购买以公司的时候 没有评估增值 等有关的 垃圾巴糟事的情况下 直接拿过利用就可以 一般考试的时候 这些数字都是已知的 全是已知的 全是已知的 好 这一个商与 是一个极为特殊情况 带长头 带长头 那么这个长头 按什么金额入账 这个长头 按什么金额入账 一定按照什么 相对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的 合并报表中 净自然的账面价格份额 长持故意 带长头 然后带少数果冬权宜 好 所以这里头最左的问题 就是 商与这个最讨厌 商与最麻烦的 商与最麻烦 好 接着看 在合并资产负代表中 对于被合并方 在合并之前 实现的留存收益 盈益工具和未分配 利润之和 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 按照以下原则 要给它恢复过来 恢复过来 自合并方的资本供给 转入到盈益工具 未分配的地方 要给它恢复过来 为什么恢复过来 这个你用底调了 这种底调 底调还原回来 为什么还原回来 道理就这道理 看那块 原来乙公司 直接纳入 A公司合并范围 直接纳入 A公司合并范围 对吧 现在呢 是乙公司 先纳入 假公司合并范围 然后纳入假后 再纳入到A 逐击合并 逐击合并过来 逐击合并过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合并之前 背头单位 这个留存收益 如果你不还原回来的话 那么报表中 是不平衡的 不平的 特别比较报表 更别有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 必须要还原回来 还原回来 所以合并之前 实现的留存收益 表格一定要还原回来 那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话考过吗 考过 考过了 应该有几次了 考过起 起码是两次 但这两次的答案 都没有最外公布 这两次答案 好像我记忆当中 都没有最外公布 而自己有一道题 是错的 一道题是我记忆当中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处理 掌握一就可以 二了解 确认企业合并 所形成长期股权走资后 合并方账面资本公级 合并方 是指的是 指的是母公司 账面资本公级 代方金额大于 子公司合并前 实现留存收益 归属于合并方部分 在合并报表当中 应该将被合并方 合并前实现留存收益 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 给它还原回来 说完了 借资本公级谁的 充结母公司资本公级 代际 盈余公级尾分 你不抵掉了吗 还原回来 抵掉的时候 是全额底 还原时按比例还原 按持股比例还原 知道这个事 知道这个事 就可以 一定要知道这个事 第二种情况 小于这种情况了解 小于这种了解 我们这个内容 一般很少考 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考过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知道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目前就考过两次 而且答案都没有 对外公布 所以二不可能考 所以小的情况下 小的情况了解 接着看 好 第二个内容 合并利润表 合并方在编制 合并日这一天的 合并利润表时 应该包括合并方 以及被合并方 自合并当期期出 当期期出 说白了 1月1日 1月1号 至合并日 合并日这一天 比如说7月1号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 8月1号都可以 至合并日这一天 实现的利润 双方在当期 如果发生内部交易的话 也要抵消 也要抵消 快速反应 比如同一控制 发生在 21年7月31日 那么合并当日 7月31号这天 7月31号这天 边合并报表时 涵盖期间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 应该从是 21年1月号 至7月31号 因为7月31号这天 边合并报表 所以 是21年1月号 至21年7月31号 这个期间 子公司实验率 都要并入到 工作底稿中 如果有内部交易 那么应该怎么办 应该底下调 那为了帮助 企业快息使用者 了解 合并利润中的 净利润的构成情况下 发生同一控制 下合并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 合并报表 那个当中 那个利润表当中 净利润项目 单独列行 其中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 实际上的利润 这句话 单独列行 反映是 带进来的利润 带进来的利润 反映当期期出 至合并日 自被投资方 带入的损益 这不带入了 知道吗 带进来的损益 好 第三 合并现金流量表 记住 与合并利润表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看 快速反应 既然一模一样 不用去记了 同一控制 还是发生在 7月31号 那么当日 当日指的是 21年7月31号 这一天 编制现金流量表 是 涵盖期间 仍然指的1月1号 至7月31号 产生了全部现金流 纳入合并范围 那个利润表 是利润 这是现金流量表 是现金流量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简单例题 这个简单例题 搞懂以后 那么我们后面 所讲的例题 搞懂 然后我 编的硬式指南的题目 就好办了 A公司 B公司 分别为 假公司 控制下的 两个子公司 21年3月份 A公司与B公司 控股股东 假公司 签订协议 A公司向假公司 定向发行 本公司股票 6000万股 以换取 假公司 持有 B公司 80%的股权 A公司 该并购事项 5月4日 证监会批准了 作为对价 发行 在6月30日 发行 当日收盘价 18块钱 没用 同意控制下 没用 好 6月30日 主导B公司 财务经济政策 合并后 B公司 维持其法人 继续经营 合并日 B公司 资产负债 的账面价值 2万 好 双方政策 坚要 好 我们是A公司 那么 B公司 是子公司 好 合并日 这一天 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是 股本 资本公 也有一个公积 被分配的人 加在一起是2万 好 第一 A公司 在合并日 这一天 个别报表中 叫账务处理 借长头 按什么金额借 按照 子公司 所有者权的 账面价值 份额借的 看到吗 账面价值 份额借的 不就是 子公司 所有权 账面价值不2万吗 2万 乘持股比例 180 算出28 16000 代季股本 定向发行 5要是6000 剩下的部分 列作资本公积 那么是 1万 那是6000 合在一起有16000 平了吗 平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 合并日 个别报表处理 所以合并日 个别报表 从考大题的角度来讲 一般都不会有商议的 一般都不会有商议的 所以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想再强调一个问题 好 往下看什么呢 我给你再手画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在面首班讲课的时候 发现的问题非常非常多 那么老师在这 那么懂 借长度按什么金额借 按什么金额借 来看那个 用我们刚才这个资料 假定假公司 是某公司 下面有一个A公司 有一个是B公司 持股比例80% 就这么有资料 所以假公司的某公司 下面有A和B 好 注意我们谁 我们是A了 我们A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A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给了假了 假把B卖给我A了 是的意思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B原来是假公司子公司 现在变成我A公司子公司了 所以来看一下 假公司对A投资 A对B投资 是这个意思吧 对B投资吧 持股比例都是80% 那么B公司原来直接 就纳入假公司合并范围 现在B先纳入A公司合并范围 然后再纳入假公司合并范围 逐级合并 也可以一次合并 都可以啊 现在问题 我们A公司借长度 按什么金额借 按什么金额借 现在我再强点 按什么金额借 第一考试是只给了B公司 只给了B公司 个别 个别报表中的 只给了B公司 个别报表中的净资产 只给了B公司 个别报表中净资产 比如说不用前面数了 一百万 这一百万直接成百分之八十 那么就是我A公司 借长头金额 听懂吗 直接给的是B公司 个别报表中净资 那么这次简单吧 一般我们注册实考试 基本上给的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给的是假公司合并 报表中 是假公司合并报表中 B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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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公司什么 B公司的净资产 B公司净资产 那比如说一百亿吧 如果这种给了是 假公司合并报表中的 B公司净资产 那么都是账面价 那么给了一百亿 那么用这个一百亿 乘百八十 明白了吗 所以考试是看怎么给资料 一个直接给的B公司 个别报表中的净资产 直接承就可以 如果给的是 是B公司 原股东 假公司合并报表中的 B公司净资产 那么一百亿 那么给一百亿用一百亿 直接乘以百八十 就是我A公司 借长头金额 听懂了吗 商与 再说商与 商与从大体角来讲 应该说很少考 但是如果严格 特别特别严格来讲 那么应该怎么说 借长头 就是相对最终控制方 假公司 持续计算 可辨认 持续计算 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有可辨认仨字 公允价值 乘持股比例 百八十 单独加个商与 单独加个商与 这块我没有可辨认仨字 叫净资产 没有可辨认仨字 所以商与先铁边 你别管他 先把这个我记住 因为考大题 要考大题就这么考 他不会把商与弄起来 那太坑人了 你看这几次考题 弄进商与了吗 都没有弄进商与 你先把这个钱给我搞懂 那就好办了 知道吧 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对于企业合并前 毕业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 归属于合并方这一部分 你要给人还原回来 要给人还原回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报表就不平了 报表就不平了 相当于是 那么怎么办 还原回来 这个金额就这个数 毕业公司合并前的金额 盈余公级未分配利润 4000和8000 抵消时全额抵消 还原按比例还原 所以代盈余公级 4000到80 483200 未分配利润 8000到180 8864 借记资本公 谁的 母公司资本公级 充电母公司资本公级 然后还原子公司被抵掉的 全额抵掉的盈余公级 和未分配利润就可以了 这关键点在这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讲了合并日 合并报表编制 第二 购买日 合并报表编制 那么一看到购买日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中的快处 好 第一 企业合并成本在 取得可辨认自然负债之间的分配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说白了 在这句话 我们要在合并报表中要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有关资产负债 也就是子公司所有资产负债 并到我母公司合并报表的时候 按什么进行合并 按公运就要合并 按公运就要合并 这么来看 一 购买方在起合并中 取得的被购买方 各项可辨认 可辨认 这啥字的话 商誉就没了 商誉就没了 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都要作为本企业的资产负债 来确认 本企业在工作底稿中 都按照本企业资产负债确认 当然在购买日期 应该满足资产负债确认条件 这是第一个 按什么金额确认 还得加一句话 按什么金额确认 按公运价确认 如果子公司账面价值 和公运价不一样的话 要调整到公运价 所以这有个调整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 咱怎么办 那么企业在合并中 取得子公司无形产 在其购买日 公运价 只要能够可靠的计量的话 就可以单独的予以确认 单独确认 非同意控制下合并中 购买方在对企业合并中 所取得的被购买方资产 进行初始确认时 应当对被购买方 所拥有的 拥有的 但是在操作报表中 没有确认的无形资产 要进行充分的辨认和合理判断 只要满足条件 也可以确认无形产 哪怕子公司个别报表中 没有确认无形产 但是只要满足无形产 确认条件 你也可以确认 看快速反应 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考题 只考我一次 还没有考过第二次 九十年代考 到现在就不考了 太难了就是 但是我在讲 1月1号 假公司和乙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取得乙公司 持有丙公司80%的股权 购买日之前 假公司 乙公司没有关联方关系 购买日 丙公司可辨认精赞的账面价值 是13000 公允14000 差多少 差1000 差1000万 这1000万差额是 购买日 丙公司有一项 已经入账的无形赞 公允价和账面价差900 看到了吗 入账金额5600 公允是6500 5600 6500差多少 差900 好 第二个 购买日 并公司 还有一项非专利技术 个别报表没确认 个别报表没确认 合并报表确认吗 合并报表确认 有供应价吗 有供应价 供应价多少 供应价是100 好 那么我们在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假定所得税率25% 假定是免税合并 假定免税合并 那么我们在购买日这一天 就应该把账面调整为公允 所以差额是1000 借记无形赞1000 那么代记地银所得税负债 1000乘25%是250 胜责部分列作资本公积 将子公司账面价值 调整到公允价值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合并中产生货有负债又怎么办 对于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中 可能需要带被购买方承担的货有负债 在购买日 可能相关的货有事项导致的经济流出 企业的可能性还比较小 但是只要公允价能够合理确定情况下 那么也要在合并报表中 确认为真正的负债 真正的负债 来看快速反应 A公司合并B公司 之前二者没有关联方关系 假定购买日被购买方B企业存在一项未决诉讼 比如我A你B我把你合并过来了 我把你给买过来了 你B公司呢 在这儿有一个未决诉讼 到购买日这还没判呢 你没判呢 你们B公司预计败诉可能性只有40% 如果败诉很可能赔偿金额100万 所以对你们来讲 对你们来讲 你们此公司原来是不确认这个预计负债的 是吧 没有确认 因为不满足日记负债三个确认条件 第一 现实义务 第二 旅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血 第三 金额能可靠计量 不满足 所以你们没有确认 是吧 好 但是到了我A公司合并报表当中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可以 什么条件 公允价值能够确定 只要满足公允价值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确认日记负债 好 假定还是免事合并 那么按照快准则规定 B公司不确认日记负债 但是A公司合并报表中 只要购买日这一天 有公允价 哪怕那两个条件不满足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 有公允价就可以 那么在合并报表中 就必须要确认日记负债 个别报表满足三个条件 合并报表满足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公允价值能确定 所以待预计负债一般 同时借地人所得税资25 差额倒挤出来资本供75 我们讲都是免税合并 都是免税合并 所以要确认点的 好 三 对于被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之前 你确认的商与还要吗 你确认的地人所得税还要吗 购买方在这都不要了 都不予考虑 那么同一控制下是要的 非同一控制不要的 不考虑了 那么按照规定确定了合并中 应以确认的各项可辨认自然负债 公允价值 看见公允价值吗 所以先将个别报表中 子公司个别报表 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允价 公允价和账面价值不一样的话 那么一定要调整到公允价 那么调整之后其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不同 所形成的赞性差异 那么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 你就应该确认地人所得税自然 地人所得是负债 但这个钱条件一定记住 是符合免税规定条件 符合免税规定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免税不符合免税规定条件 根本不确认 根本不确认 即使说在这条 即使说在这条 有差你也不走地人 也不走地人 那么这块的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当中 如果符合地人所得税确认条件的话 那么就是我所讲的免税合并 这个免税合并再跟你说完了 三个条件 记住第一条件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指的是定向增发股票 说大白话 定向增发股票 那么第二个 购买日一定要评估增值 第三给所得税率 三个条件是都必须要满足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在这都不能确认跌 都不能确认跌 所以考税一定要看什么免税合并 刚才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叫免税合并 否则的话按应税合并处理 应税合并说白了在这不走地人 好第四 且合并成本与合并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精赞 供引价份额之间差额多给钱少给钱了吗 不觉得问题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两种情况处理 重点掌握一 二 其合并成本如果大于合并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精赞 供引价值的差额的话 就是商与 是其合并方式不同 在控股合并情况下 这个差额一定记住 是在合并报表中劣势的商与 在吸收合并情况下 是在账上账簿及个别报表中确认商与 我们考的时候基本都考的控股合并 吸收合并从来不考 多给钱了 商与确认好了以后 持有期间 第一不贪销 不要贪销 但是可以提减值 第二可以提减值 一定要记住 不贪销 商与不贪销 但是可以提减值 提减值的话 这块内容别忘了 可以确认点所得税资产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合并什么 小于合并中所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精彩 供应价份额 少给钱了 进入合并当期的损益 说白了 营业外收入 在控股合并情况下 这个差额仍然体现到 合并报表当中 合并利润表当中 营业外收入当中 吸收合并是在账上确认的 控股合并是在合并办法确认的 所以吸收合并是基于个别报表当中 这个二了解 食物中一般都是正商与 负商与很少见 好 第五问题 企业合并成本 或合并中所取得的可辨认资产 负载公允价值的调整问题 那么按照购买法核算的企业合并 基本原则都是按照公允价值来经确定的 所以按公允价值确定的情况下 那么问题出来了 无论是作为合并对价的付出的 各项攒的公允价值 我对价付出去的 对吧 还是合并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 各项可辨认自然负债的公允价值 那么如果在购买日或者是合并当期期末 因各种因素影响无法合理确定情况下 那么合并当期期末的情况 那么购买方是以暂时的确定的 这个价值为基础来集合算的 说白了是暂雇的金额 好 第一问题 对购买日后12个月内 对有关价值量的调整问题 12个月内怎么办 12个月以后怎么办 合并当期期末 对合并成本或合并中所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 以暂时价值来确定的 所以暂时确定的一个价值 对合并成本进行处理情况下 说白了 就是暂雇的金额 那么自购买日 算起12个月内 取得了进一步的信息 表明需要对原暂时确定的 那个企业合并成本 或者说所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暂时性价值 进行调整的 那么应当在购买日 怎么了 适同在购买日 看见到吗 适同在购买日发生 即进行追溯调整 也就是你购买日 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供引价确定的 所以需要追溯调整 同时对暂时性价值为基础 提供的比较信息的话 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进行调整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记住要追溯调整 那么适同12个月之内 也就是在购买日那天 已经按照供引价值来确定 合并成本或合并中所取得的 各项可辨认净资产 那么这些都是按供引价来确定的 好 快速反应 A企业20年9月30日 对B公司进行吸收合并 我们就用吸收合并了 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主要讲的就是 个别报表处理了 合并中取得一项固定资产 不存在活跃市场 为了确定其供引价值 那么A聘请了有关资产评估机构 对其经评估 至20年末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 尚未取得评估结果 金额不知道 金额不知道 好 而且在确定期20年财务报告中 对该项固定产 按照暂雇的价值 先确定为30万元 而且预计 使用年限为5年 残值未零 按照直显法提折旧 那么该项解合并中 A聘确认了一个商欲 就是120 那么是以30万的暂雇的价值 来确定的合并商欲 是120万元 好 21年4月份 第二年了 A职取得了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固定散价值不是30万了 是45万元了 好 假定不考虑中报 所以A职在购买日后12个月内 对有关价值量如何进行调整呢 怎么去调呢 12个月内的 答 A职应该试同在购买日 就应该按照确定价值45万入账 但是原来按30万入账 所以应试同看到吗 应试同在购买日 确定的该项固定散价值40万 相应调整 20年草务报告中的商欲的价值 即调减15万 即利润表中 折交费0.75万 0.75万 也就是30万和40万差额是什么 差了15万 差15万 所以你那一块 你那一块固定在少确认了 那么要从资产中 另外一个资产商欲中减出来 因为这块是百分之百的啊 因为是吸收隔边嘛 所以商欲调减15 利润表中折交费用 就应该调增0.75 就15万 除以5年乘12分之3个月 调整后 那么还应该做出说明 就这么一个内容 第二超过规定期限的价值量调整 自购买日期12个月以后 对其合并成本或合并中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价值调整 按照28号准则的规定进行处理 即对其合并成本合并中取得可辨认资产负债 供应价值进行调整 调整的时候按前期差错处理 按前期差错处理 好 那么提示问题怎么去处理 自购买日期12个月内发生的价值调整 一般应该调整商欲 看见了吗 刚刚我调商欲了吗 调商欲 而自购买日期12个月后发生的价值调整 只调整什么 只按差错更正处理 而不调商欲 只按差错更正不调商欲 12月内的 那么要调商欲 12月后不调商欲 知道这么一个特点就可以了 小题 三 在企合并中购买日取得的被购买方 在以前期间发生的金亏损等可抵扣资产差异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用于抵减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的时候 在购买日不符合电所得税赛确认条件 所以当时没有借记电所得税赛 没确认 后来12个月内 如果取得新的进步证据 说明在购买日 这个电所得税赛已经确认了 应该确认了 应该可以确认了 这种情况下 你别忘了 一定要给他补过来 购买方应当确认相应的电所得税赛 只要你没超过12月就可以 同时减少起的合并商与 减少起商与 那么电所得税资产也好 电所得税负债好 对应的商与 这话我前面说过了 对应的商与 而不是所得税费用 对应的商与 如果商与不足充减的话 那么直接寄入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所以12个月内的 那么这个电所得税赛应该调 同时调商与 商与不够的充所得税赛 除上述情况以外 比如说购买日后 超过12个月的 超过12月的 那么如果符合电所得税赛确认条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商与不再调了 不得调商与 仅仅调电所得税赛 仅仅调电所得税赛 然后调所得税费用 而商与不再调了 商与不再调了 所以12个月内的 都可以调商与 超过12月 都不再调商与了 和前面到底一样 再看一道计算分析题 某非同意控制下合并 因会计准则规定 与适应的税法规定 处理方法不同 在购买日产生 可底部差异300万 在购买日及未来期间 企业适用的 所得税率5% 购买日这一天 因预计未来期间 无法取得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当时没确认 电所得税赛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未来能不能时间利润 所以怕转不回来 所以当时不确认 你就300万乘25% 借电所得税赛 没确认 结果 购买日商与确认 金额是2000万 那商与一定就多确认了 商与一定多确认了 接着看 那么该项和平 意念后 因情况发生变化了 且预计能够产生 足够应纳税所得 那么来抵扣 可抵扣差异 所以当时没确认 现在要补过来了 借记电所得税赛 代记所得 税平 300成25% 好 这是一个 那么注意这个内容 是一年后 一年以后的 只调电所得税赛 而不调商与 那么接着看 那么如果是一年以内呢 如果一年以内呢 一年以内的话 一年以内的话 那么借电所得税赛 调的是什么 调商与 充点商与 商与多圈了 所以再看一下 一年后 带的是所得税赛 那么一年内的 走的商与 充商与 区别在这 小题 再说一遍 小题 好 好 第一个问题到这 第二个问题 购买日 合并报表编制 那么同意控制下 合并日 只编三张 对吧 那么这块 只编一张 听到了吗 非同意控制下 合并中 购买方 一般在购买 只编一张报表 合并资产负贷表 那么 叫做 同意控制下 合并日 编三张 合并资产负贷表 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利润表 这块只编一张 那两张报表 没有意思 编也没用 也没用 好 那么接着看 在合并资产负贷表 合并中所取得 被购买方 各项可辨认资产负贷 以其在购买日 公允价值计量 前面说过了吗 说过 按公允价计量 好 所以说账面价 而公允价不一样的话 要调整到公允价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大于合并中所取得的 被购买方 可辨认 竞产公允价份额的话 不就多给钱了吗 体现到合并报表中的 商誉的金额 如果小的话呢 小的话既有当期营业外收入 正商誉 那么走商誉 好 因购买日不需要编合并利润表 那么这个营业外收入怎么办呢 那么只能在合并资产负贷表中 体现到盈余公寄和未分配利润中 因为它不编合并利润表 只编一张报表 所以这个营业外收入 只能体现到盈余公寄和未分配利润中去 好 具体来讲 一 购买日 首先要计算合并商誉 前面讲过了 合并商誉 等于 企业合并什么 减掉合并中所取得的 被购买方可辨认 竞赞的公元价 如果给所得税率 要考虑所得税 得份额呈持股比例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购买日 合并报表 调整底下分路 第一步 先将子公司账面价值 调整为供应价 如果说子公司账面和供应不一样的话 要调 借存货 借固定资产 借无形三等 这些名称都是报表项目 好 这是一个 资产增值了 那么对应的是 点所得税负债 代据点所得税负债 好 资产减值的话 那么代计应收账款等 对应的是点所得税资产 差额 介入的是资本公级 此时的点所得税资产 点所得税负债 实质上是从商与中扣掉 从商与中扣掉 表面上是调资本公级 这个资本公级最终抵掉了 好 前面说了 再次强调 免税合并特点 免税的时候 记住 才走点所得税资产和点所得税负债 免税通常是定向司法股票 第二给所得税率 第三有评估增值 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 叫免税合并 需要考虑点所得税确实问题 一般来讲都是点所得税负债 资产少 一般都考负债 因为都是资产评估的增值 资产评估增值走点所得税负债 这三个条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在这你劝的时候 就劝这笔分度的时候 你就别给我走点了 不要劝点了 不要劝点了 我们在考试时 这一块基本上一半一半 这两年基本上都不给所得税 都不给所得税 有时候也给 基本一半一半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和中级真考试不一样 中级真考试几乎不好 我们筑块呢 是起码能够占到小一半或一半的位置 好 为什么要走这个点 为什么叫免税合并 这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下 是免税合并要走点 为什么 来举个例子 说我A你B 我A你B 我从别人手里把你给买过来了 你们的账面价值 假定有固定资产是100万 你们的账面价是100万 你们的计税基础 因为你们是 因为我是免税合并 我定项增发嘛 所以你们不交税 你们不交税 因此你们的账面和计税就相等 所以你们不交税嘛 对吧 但到了我这以后 到了我合并报表中 我这合并报表 我的账面价值 假定按公元价120确认 但计税基础是不会改的 计税基础还等于100 因此到了我合并报表中 就可以产生点缩的税负债了 20万乘25% 是吧 那么就这问题 要确认点的问题 确认点的问题 所以免税才有这问题 考试时看清 这三句话是我归纳的 特别通俗的话 特别通俗的话 底下文笼 借记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工具 其他综合手 盈余工具 未分配利润 借商与带长头 带少数股东权益 那么你听后面说 那么就这个问题 解释下道理 这道理也说 不说道理理解不了 为什么抵消 其实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我对你投资 我对你投资 假定说投资 经过一个亿 持股比例 百分之百 投资一个亿 对于我来讲 我的分路是借长头 长期股真投资 带银行 你们收了我钱了 你们的分路是借银行 带十周资本 好了 那么这时候 A对B投资 我对你投资 我对你投资 持股比百分之百 咱俩是一家人了 是一家人 是一个集团公司了 一个集团公司 这属相当内部交易 我拿一个亿对你投资 不向内部交易吗 向到内部交易吗 既然是内部交易的话 就应该抵抵抄掉 因为只有我A公司才编 和编报表 我对外提供报告 因此 我对你的投资 抵掉 代记长期股价投资 我的投资 同时把你们的股本抵掉 把你们的股本抵掉 那么金额一个亿 如果不考其他因素 借记股本一个亿 贷长投一个亿 持股比例百分之二 没其他事 没其他 道理就这么简单道理 所以抵消以后 抵消相当这笔投资没投 我借长投没借 贷银行没借 然后你们借银行 贷实收资本或贷股本 没有走的不一样 抵消以后 所以借记股本 你们的一个亿 代记长投一个亿 抵掉就好了 但是呢 更复杂的情况下 所有者权还有其他内容呢 还有其他内容 其他的所有者权要抵掉 所以这些内容啊 从这到这 从这到这 股本到未分配率 这些数字啊 这些数字 一定要注意 通常是子公司个别报表中的进国 子公司个别报表中的进国 好 这是我说第一点 但是又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内容 一定要注意 多一件事 加上个评估增准也有 加评估增准也有 就是我们前面编这笔分路的时候 编这笔分路 这个资本公司 子公司资本公司 除此之外 其他数都是超过来的 都是已知的 都已知的 商誉 是从一算出来 购买是算出来的 代偿头是母公司个别报表中的进国 非全资子公司情况下 还有个少数 好 这块利息先不讲 后面我们再讲 后面我们再讲 现在讲 就没有太多的感觉 后面 后面我们再讲 所以这就是到这为止 我们把合并日 购买日全做完了 目的是为我后面年末 边合并办法打下个基础 好 这个内容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